这绝对是2023最雷霆嘎巴的惊悚电影 依旧是那熟悉的味道全新的刑法 时隔六年 数据再次回归电剧惊魂 温馨提示 该篇过于雷霆嘎巴 请各位小主视自身情况观看 面罩袭经油烟无珠 刮骨割肉死里逃生 断腿求生惨绝任寰 开炉取脑危在旦夕 实死无生的恐怖游戏 却又留下一线生机 咱们来往细瞅瞅 到底怎么个事 这一次的回归 让数据确诊脑癌 直接宣布生命开始倒计时 看他难过的眼眶子雀红 医生尝试无用的安慰 好吧 毕竟自己情况摆在这了 想喝口水冷静一下吧 哎 这个护工是在行苟且之事吗 患者都这么样了 面对如此崇高的工作 你不好好照顾 还趁机行窃 那剧书必须给他 颤回小套餐安排上 只见到护工半遮面 戴着长条大眼罩 华丽出现 他一手根根分明的 智骨牵线 一手牢牢固定在旋转按钮 广播响起 剧书开始介绍 这个拯救肮脏的灵魂游戏 规则很简单 只需要在一分钟内 转动五次按钮 就可以活下来 见到明天的太阳 那么游戏开始吧 一档 小拇指微微翘起 来不及尖叫第二声 便开启二档 苦苦哀求 惨绝人寰的叫声 响彻允销 第三档 可惜他不知时间宝贵 还在骂该 时间一到 铃声响起 吸力机全力运作 第一颗眼珠 瞬间离家出走 和他拜拜 第二颗也紧随其后的跟上 他悔恨的爆出刺耳尖叫 画面一转 数据结束自己的计划幻想 开始实施 这时护工见到有人来了 赶紧勿归原位 撤回盗窃行为 珍惜了救赎自己的机会 他愿意珍惜迷途知反的人 可惜命运却不愿珍惜 这个善恶审判者 据书落寞的在街头餐桌 熟悉的声音引起他的注意 他是 患者群力的 那个一线癌四期的患者 据书急忙招呼他过来唠唠 听到对方康复的消息 和战胜的勋章 据书不仅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急忙追问医生的联系方式 可治疗成功后 他们再没有见过 亨利只能给他当时咨询的网址 让据书去试试看 回去后一搜索 那叫个头头是刀 有了这一线生机 还写什么遗书 直接提交私人信息 预约安排上了 好消息来得很快 医生通知据书 成功预约三个月后的治疗 听到这儿据书可沉默了 自己都没有三个月活头了 治疗啥呀 医生一看对方沉默了 便很细心地照顾患者的生命条件 允许他在下周来到墨西哥进行治疗 这还说啥了 飞机直打呀 他跟随接机的司机小伙 一路直打 半路竟然碰到劫匪了 真是倒霉 喝凉水都塞压缝了 对方得知据书的身份后 态度近180度大转变请他上车 直到进入庄园 见到患有小女孩时 他才知道 这里就是治疗基地 后面跟随女医生参观医院时才明白 刚刚的欢迎仪式 只是为了防止治疗公司的穷追不舍 这里是刚才的小女孩 为了感激他们提供的 虽然前身是个化工厂 医疗处只有一席之地 但麻雀虽小五脏缺全 在这里他见到了明天的主治医师 和刚做好手术的帕克 这一切的希望都让剧书无比激动 睡不着的他出来溜完 还顺手帮偶遇的小男孩 修好了自行车轮胎 第二天在女医生的头头是道中开始手术 模糊中 他感受到脑子被切开 和动手术的画面 为了防止不适 护士将画面给转过去 等清醒时 他已身处酒店内 女医生拿着结果告诉他 手术很成功 接下来只需要按时服用药物 他十分感激 当即就把尾款给付了 重获新生的剧书灵感爆发 几天后特地来登门拜谢 结果这里竟不止人去楼空 就连当时手术的画面 都只是个教学视频 面对如此晴天大霹雳 他深吸口气解开纱布 看着自己喜提的地中海 这还说啥了 开干嘛 他直接找到出租小哥 将他迷晕 等醒来时 出租小哥双手被交代牢牢铲住 身体也被挂在了柱子上 这时数据出现了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小哥 任凭他割断绳子 然后苦苦哀求 突然掉下一个录音机 他急忙点开 里面是数据提前录好的游戏规则 小哥双臂上的东西是 为时三分钟的定时炸弹 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 割掉上层的肉皮 就可以保住双臂 他哪能甘心割肉 直接开始四处逃窜 得知出口被封死后 他便立即任命开始割肉 一刀又一刀豁下去 成功弯掉炸弹 可他没有喘息的机会 立刻开始机械地割右手 割不动了就用嘴扯 成功在最后一秒 救下自己的小命 可其他的罪犯 却没有这么幸运了 女人一觉醒来 竟发现自己被禁锢在一个可怕的东西上 想活命的话 就要在三分钟内将大腿延续线阁下 超出350克的骨髓才可以 而他们遭遇的一切 全是因为欺骗了患脑癌的数据 让一个判死刑的人燃起希望 再让他失去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恶毒的吗 但数据还是会给他们一丝生的希望 抓不抓得住就要看自己了 比如瓦伦刚拿起绳子 就被吓得爆出恐怖尖叫 女医生急忙鼓励她赶紧行动起来 来不及磨叽了 她扎上止血带开始第一下自虐 瞬间爆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 但她只能继续 毕竟腿掉了还能接上 头掉了小命可就一去不复返了 女人终于将腿割下 可时间也几乎所剩无几 她急忙插上传输管 开始撑骨髓 或许是尖叫浪费了时间 最后还是输给倒计时 随着机械运转 第一个玩家就此分道扬镳 就在他们准备进行下一个游戏时 门外竟有一个男人猛烈的敲击大门 而她也是一个后知后觉 知道自己被骗的患者 她小心地进入工厂查看 一个猪头人竟凭空出现 将她射到后发现 她就是医院的护士 随后男人便被一棒打倒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椅上动弹不得 数据带到她监控前 一同观赏这审判的游戏 下一个参加游戏的选手是麻醉师 她既然那么喜欢角色扮演 那么就自己来当患者和医生吧 只需要取出大脑中足够重量的灰质 她就可以见到明天的太阳 随着电钻深入 一声又一声尖叫 惨绝人寰的爆出 终于将脑袋开了个口 来不及放好头盖 她急忙夹出灰质 颤抖地扔进去溶解 还以为时间刚刚好 可惜她忽略了溶解的时间 随着面罩关闭 交相思议的三星堆人头就此诞生 而下一个游戏玩家 就是欺骗了数据的小美 她怎么也没想到 欺骗一个将死之人 会给自己惹来灭顶之灾 2023温子人监制的电锯精婚时 她终于来了 温子人那相当雷霆嘎巴的刑法 重出江湖又将带来什么全新突发 只见她一开场 就震得观众双手无嘴 怕不小心食物中毒 我敢保证 这绝对是电锯精魂系列 后期最哈拉哨的续集了 接下来开始游戏的就是这个 欺骗了单纯数据的小美 只见她被铁链绑住一只手 缓缓升起 一只脚被铁链狠狠拽着 被薅得还没开始 便尖叫连连 数据告诉她想要活命 就必须用锤子砸断手脚 否则将会被烤成肉干 她仿佛被吓得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不停地试图挡住光线 妄想数据饶她一命 还好拉拉队长女医生 及时将小美拉回现实 鼓励她赶快动手 否则下一会儿 交相思议的就是她了 小美听从女医生的话 开始砸脚 一下 两下 三四下 在不停地自虐下 她终于打断脚骨 荡药在空中的小美 已经精疲力尽 还不等她喘息片刻 数据就操控着机械对向小美 依旧是在医生的鼓励下 小美再次挥舞榔头 或许是有了经验 这次砸得娴熟许多 虽然掉下来时已经奄奄一息 好在烤成肉干之前 成功救赎自己 数据吩咐徒弟带小美去医院 一回头却发现大毛已经解开绳索 她拿着枪将二人逼到游戏区 见到女医生就开始追 原来她也是演员之一 就在女医生要惩罚数据和徒弟时 她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是之前和数据一起修车的小男孩 女医生邀请了她加入 这完全超乎了据数意料之外 其实大毛是同伙 她早从出租车小伙那里就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她的计中计 没想到竟还牵扯了无辜的小男孩 二人在木板上躺平 随着开关开启 喷咬而出的番茄酱扑面而来 数据拉动机关 木板开始向她倾斜 男孩浮出酱料 她缓过来看清时 立即学会拉动机关 反应过来的数据 立即死死地拉回来 她明白自己时日无多 不能让小男孩也失去光明的未来 看着数据必死无疑 二人来到指挥室找钱 而这也正中数据下怀 拿到钱袋后 警报立即响起 而外面的番茄酱关卡也停止运转 此刻她不想着逃 却还在看钱在不在 错过唯一救赎机会的二人 被锁在指挥室 数据师徒立即解开三人靠锁 而上面已经开始释放毒气 女人将头伸出唯一的通风口 见状男人立即前来抢夺 刚才还说山盟海誓的二人 瞬间开始决裂 最后大毛还是不敌对手 死在女医生的手下 有人说女医生烂尾了 可小编却认为就那一个口 虽然毒气停止输入 那她也逃不出来 剩余的毒量足够腐蚀她的身体了 饿也饿死了 而另一边的三人自然离开这里了 只不过数据还在继续 救赎坏灵魂的路上 下一个就是忽悠她 联系女医生的假病友